我开启了另外一个路程 开始了另外一系列 另外一集的讲道系列 我们开始要学习主的样式 看来一个比较吗 告诉我们主的样式 主的样式 上个星期我就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人类 我们的生活面临 这么多的苦难和难处 原因呢 就是我们失去了神的形象 大家说神的形象 神的形象 上帝照我们的时候 给我们一个完美完全形象 本来要我们不好的子的 本来要我们过来 丰盛的丰盛的人生 丰富的人生 但是人放罪基督生命里面 破坏了这个神给你的实相 失去了整个完美 真正的完美和真人的形象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帮助我们找到一个形象 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其实是成为第二个亚当 大家说第二个亚当 这个亚当呢 就是帮助我们成为一个model 成为一个形象 成为一个模范 让我们学习他的时候 找回那个完美的日子 找回那个亿力的人生 找回那个丰盛丰富 蒙福的人生 所以我告诉你 这样的事情 你必须 你的生命要改变 你要过着一个蒙福的生活 你要得安心 你必须学主的样子 今天我就很实际地告诉你 主的样式 神的形象 是什么样的形象 他要我们学什么 那对不对 今天我们来看 培养主的心智 大家说 培养主的心智 培养主的心智 大概在一笔书 第二章六十一节 福利比书第二章六十一节 圣经里面记载 我们的主 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当他成为人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他的心智 是如何 我们来看 福利比书第二章六十一节 第二章六节 圣经这里记载说 你们当以基督的心 唯心 保留很清楚 他说我的一生 我的心智 都是在追求主的心智 我愿意向神 而且我整个生命 整个心思意念 都向主 主想的我想 主不想的我不想 主爱的我爱 主如果恨的 我会去爱 这是他的心智 所以他也教导 当时在 福利比那门徒门的 信徒门告诉他 你们要向主的心 向我向主的心那样 然后他该在 颜色地告诉我们 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主 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人 他的心是怎么样的心 我们来看 接下来 第七节 保罗说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为 以神为同等为常作的 反倒虚几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式 就自己卑微 纯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身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启息 无不口称 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以父神 请敌人 无不口称 爸爸天父 我感谢咱们 今天早上的 夫人带你的子民 来到你面前 来求高的圣灵 求你教导我们 你的形象 教导我们 你的样式 让我们学习 你的时候 我们生我们的生命 完全的 是吧 帮助我们 越来越像你 感谢耶稣 祝你当高 奉主耶稣 基督的圣灵 求 这里在 保罗一文分享 我们的主 祂所认识的主 是怎样的主 这里看得很深奥 其实 祂讲的 就是整个神 成为人的情况 祂说 耶稣基督本来是神 却放下自己 放掉这个 以神同等的身份 也我们所信的 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同尊同荣同等 但是耶稣 为了我们 为了救我们 脱离罪 为了上司 放下这个 做神的身份 来到这个世界上 成为人 导致他自己 破碎他自己 放下他自己 取了什么形象 他取了奴仆的形象 释迦牟尔夫是王子 耶稣却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然成为人的样式 还自己自卑 谦卑 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 到头来 按着神的旨意 死在石架上 他死的地方 不是一个文化的地方 他选择的是石架 是人类里面最羞辱 最低贱的地方 石架 所以 神将他身身为至高 是因为他超万年之上的名叫 天上地下 人不因耶稣的名 不取息 没有一只头 不称耶稣为主 那对不起 你看到整个生命改变的关键 和耶稣基督来到的世界上 得胜的那个关键 今天耶稣怎么得胜 和美撒旦的权势 怎么样把我们救出来 圣灵国的罪 破除了我们罪的咒读 就是他自己的破碎 他自己的石架 所以今天 他给我们看见一个生命的意义 原来 在基督徒 基督的生命的改变 不能没有这件事情 就是使你卑微 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从上变下 不是从高开始的 而是从低 身为至高 从下到上 从破碎了 从整 从卑微了 再升高 这个是基督徒的生命 对我姐妹 今天我要给看到 耶稣基督 他整个生命的状况的时候 其实他要我们学习他 这样子 他要我们学习他的样式 就是什么 就是他上十家 的那个情况 对我姐妹 当我们说我们学习神的时候 我们学习耶稣的时候 我们不能不读这段经文 上个星期我让你读马来飞 第十一章二十八戒到三十节 听得了 我们再看一看 耶稣要我们怎么学习他 马来飞 第十一章二十八戒到三十节 这里说 凡 耶稣说 凡老鼓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他们得 安息 难过我意思说 我的心里 柔和谦卑 大家说柔和谦卑 柔和谦卑 你们当做我的恶 做什么 学我的样式 大家说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单子是精神的 各位前面 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 要我们学他 学他什么 柔和谦卑 这样子学习他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改变 这样子学习他柔和谦卑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得了安息 当我们学习柔和谦卑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开始走进意义里面 越来越像他的时候 我们越来越找回 起初失掉的那个完美 和完全的人生的生命 那什么是柔和谦卑 当耶稣让我们学他柔和谦卑 他说他是柔和谦卑的时候 什么是柔和谦卑 看耶稣的一生 我们要培养 耶稣的心 培养什么 第一 我们来看 大家跟周围一起念 培养受弃的心 培养受弃的心 你要柔和谦卑 你要学到柔和谦卑 首先你必须培养 准备招俱协的心 哇这个 听起来好像很难 我们来看耶稣的生命 马可福音第六章 第一节到第七节 马可福音第六章 第一节到第七节 耶稣起床出道后 行少多的神之启事 很多人都尊从他 他的名传播到各地 今天他回家 回他的康宝 回他老家 我们看他的老家 能怎么对待他 耶稣离开那里 来到自己的家乡 门徒也跟总他 到了安息日 他们在会堂里教训人 众人听见就圣西齐说 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 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呢 他的手所做的是何等的义能呢 这不是纳穆江吗 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 岳西 犹大西门的长兄吗 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 他们就厌弃他 他们就排挤他 他们不能接受他 耶稣对他们说 大盘先知除了本地亲属 本家之外 没有被人尊敬的 耶稣在那里不得行什么义能 因为他们不信 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 自豪他们 这个情况就是什么呢 这个情况就是 一个人在这个家乡里面 人家看到你长大 你在水锅里面小便 你在团装里场 你在抓蜘蛛 人家都砍得到了 突然间你好像出名起来 好像神这样子被人拜 被人尊崇 那他们不能接受你 所以这个情况都发生在 耶稣的身上 他们看见他说 这个人我认识的 他妈妈叫玛利亚 他的弟弟雅各 犹大爷 耶稀都是我 我的乡村的刚崩的人的同乡来的 他的妹妹们也跟我们在一起 怎么这个人突然间被子那么高 不能接受 对不起 对不起 耶稣他是神 竟然被人这样子去结怨气 但是你看耶稣的反应有没有神迹啊 耶稣的反应有没有神迹啊 叫他认识他到底是谁 有没有 没有 他讲一句话是这样子的 It's calling 先知在本地的 活不受尊重 在外面才是受尊重的 弟弟姐妹 为什么耶稣可以这么平静 原因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已经准备被拒绝了呢 他是准备被拒绝了 因为这个世界的人不认识他 这个世界的人已经离开了他 这个人这个世界不认识他是神 所以拒绝了他 还好 感谢主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看到最后的时候 这些他的弟弟们来 到最后特别是雅各和尤大 你看圣经 新耶圣经的时候 雅各书 尤大书 就是耶稣的弟弟写的 耶稣的弟弟写的 到我们看尤大书 雅各书的时候 你看到雅各 尤大不再称呼 这个耶稣是他们的哥哥 长兄 不是这样的生物呢 他称为耶稣基督的仆人 他们是耶稣的仆人 这个很特别 到最后 尤大书 尤大书 神志 为主殉道 为主 为了信仰 接受当时时代的逼宝 死亡了 那我问你 这个情况的发生就证明了给我们基督教员 就证明连耶稣的弟弟 跟在一场大的也拜他 这个神是真的神 怎么讲呢 打个比如 如果 我们举个例子 为你有弟弟 是吧 对不对 有弟弟 有妹妹的嘛 对不对 有一天你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 你弟弟突然间在家里房间 有一个怪的动作 告诉你 今天开始你不再是我的姐姐 因为我变神 所以每个早上 你要擦三只相云 你说你会怎么跟他讲 你会 你会讲什么 你会对他讲什么 不笑 对不对 很需要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其实耶稣也经历过这件事情 不过到最后 这些他的弟弟妹妹们 他的同乡们 他的所有人 是他都能看见的上十家 受苦受难受罪 受辱甚至受死 死了多 上天死里复活 还活在世上四十天 在众目睽睽底下 升天 他们看见了 所以他们不得不信 这个人不是我哥哥 他跟我们不一样的 我是人 他是神 他可以从死里复活 而且在我的眼前 身上的天国身至 手探过他的钉痕 探过他的脚的钉痕 今天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是他的仆人 不是他兄弟 各位姐妹 当还没有这件事情 发生的时候 耶稣被人拒绝了 他也没有反应 他没有反应 因为他准备了 耶稣叫你学柔和千悲的时候 这个柔和千悲 其实就是不在意 不在意你的心里面的感受 那各位姐妹 如果你的心没有学到 耶稣基督的柔和千悲 我告诉你 我们不能遵行圣经里面的任何一个原则 因为圣经里面所有的教导每一个原则 如果少了 拿掉这个生命就是弱和千悲 你完全不能遵守 试试看想看 耶稣圣经里面 所有一切教导 圣经里面 所有一切原则 都需要 有这个心态 才能够走出来 活在上帝的旨意里面 所以耶稣基督 当我们说 耶稣基督要和弃和千悲的时候 你要叹把他生命 他生命是准备送去的 不在乎感觉的 今天的人为什么痛苦 我问你 今天为什么每一天都忧虑 愁烦 你想想看 你是否常当我在人的眼中 你是否很在意人的眼光 怎么看 你很在意人的眼里 怎么样讲 你很在意人的动作 怎么样对你 对不对 所以你的生命里面 常常就面对了很多 忧虑 不能得到释放 只有柔和千悲 在心在你生命里面 当你开始 以主为众 向主 不太在意你自己里面 对人的感受 你开始得到释放 是奉上帝的人 基督 耶稣基督要释放你 你知道 活在人的眼中 是很痛苦的事情 你为了一个眼光 你失去过来 为了一个人在讲你一句话 你失去过来 为了一个小小的动作 哎呀 你整个人 整个神 你整天不舒服 才想到到底在想过 到底在做什么 是不是看我 是不是讲我 是不是对着我的 听到里面 你很多不如我 教会有三四百 四百个人在这里 我每个讨论会 都有这种多人数 三四百个人在这里 一个人看你一项 一个人说你一句话 一个人一个小动作 三四百个动作 三四百三四百句话 你不是使得难看 每一天 是不是 你不会是每一天 活在中午当中 活在人家的眼光当中 很多人为什么精神出了状况 其实都是为了那一句话 为了一件事情 为了一个眼光 一生人就被捆绑住 耶稣神 祂有尊容 最高的地位 但是 祂从来 不活在人的眼中 想想看 教教你 你很多时候 是不是赢着人的眼 眼睛的电脑 眼光的电脑 很多时候 你是否赢着人家 话语的电脑 因着人家一个动作地道 但是如果一个完全破碎的人 融合圈碑的人 他不再有这个感受 不再在意这个感受 人怎么看我 不重要 我不在乎 耶稣不在乎 人怎么讲 不重要 因为我的主也是对人家 我向他 这样子的人 他侍奉有能力 这样子的丁徒的生命 充满坚强 不会中魔鬼上的轨迹 魔鬼知道 魔鬼知道你要弱点在哪里 魔鬼知道你心灵脆弱的地方在哪里 耶稣要祝福你 医治你 但是你又应这一句话 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你又跌倒了 我问你 你要跌倒多少次 你才可以站起来 多少次跌倒 你才可以醒起来 耶稣不断地战胜 为你医治 但是你不断地跌倒 就是为了人 因着人 看着人 为了人 你怎么成长 你怎么侍奉 你怎么真正的 蒙福得平安 因为你有没有活在人里面 你永远不要活在猪里面 你如果活在猪里面 像他 我的任何的环境 任何的情况 任何的话 都不能摇动他的生命 都不能摇动他的意象 都不能摇动他的心 因为他知道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 你却为了人而活 一直活在 一生能活在人的眼睛当中 一生能活在人的话语当中 一生能活在人的动作当中 我还不知道你师范会啊 耶稣教你 学习他柔和谦卑的时候 就叫你走出来 走住这个阴霾 走住这个堕落 走住这个黑暗 让你生命完全得到天空 这个是整个关键 耶稣的得胜 不被魔鬼杀绑的所有势力 捆绑着他 因为他柔和谦卑 阿们 阿们 所以你看他一出道 近视视之间 三个视看 完全大导 完全大导的魔鬼 为什么 他不需要 他根本不受引诱 因为他心里柔和 全培 今天如果你学习 就柔和全培 我的弟兄 我的姐妹 今天早上又得到是怕 阿们 柔和全培什么 柔和全培 其实我告诉你 这种姐妹 就是培养受屈的心 这叫做受屈的心 受屈的心 准备受羞辱 准备受羞辱 我们来看另外一段 另外一策的记载 耶稣的生命 你看福音第一章 第十五节到五十一节 你看福音第一章 四十五节到五十一节 看圣经 所以圣经是耶稣出道 在呼召拿班业 成为他门徒的记载 腓尼比书拿着 找找拿班业 对他说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 众先知所记得那一位 我的意见就是耶稣的儿子 拿撒勒的耶稣 诶 腓尼找到拿班业的时候 告诉他 我找到了 我找到圣经记载的那位先知 叫到来的 圣经记载的那位先知就是耶稣 他就是拿撒勒的耶稣 拿班业确定他说什么 注意这句话 拿班业说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 腓尼说 你改叹 你改叹 拿班业就指着他说 看啊 这是真理这一人 他心里没有课诈 拿班业对耶稣说 你从哪里知道我呢 耶稣 回答说 腓尼还没有招呼你的时候 你在蛙国树底下 我就看见了你 拿班业说 拉比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耶稣说 因为我说 在乌阿国树底下看见了你 你就信吗 你将要看见 比这更大的事 就是说 我实在 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将要看见天开 神的死者上去 下来 在人子的身上 耶稣遇到 对人看衰 看低 便有低的情况 当 腓尼告诉马拉带 耶稣草草的那位先知 是圣经记载说的 那个马拉带 既然说这样的话 嘿 拿撒那里有什么好东西出 我说 三条罗 五条罗 四条罗 四条罗 离不后 行 你知道 我在那里出生的 哈哈哈 不іє 为什么要 我哭了 我哭了 不知道 如果那里有什么消息 那里有什么小地方 真的是一个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 真的没有什么名望的人 从那里出来 哪里 那里 那里有什麼名望的人 但是耶稣有没有有个名 他们话而掉 没有 他接纳 他今天要整次把这个人 淋回自己 身边成为他的能处 这个就是耶稣奇妙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准备受屈辱的 更大的屈辱在前面等着他 这些是他现在用的小小事情而已 对不起 你要培养千辈和荣 和荣和千辈 我告诉你 对不起 你准备培养受屈的时候 一个人如果不能受屈的话 能生不能屈的话 他不是侍奉的人 他也不是上帝能够重用的人 弟兄姐妹 我们这些侍奉的人 你要准备一个仆人的心态 大家说仆人的心态 如果没有仆人的心态 不能侍奉的 也不能做主供服事 你记得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他讲了好多句话 是让我们学习的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说 无力有动 天上的飞鸟有窩 但是人子枕头的地方也没有 他选择这样子的生活 他可以叫鱼的口 更有钱拿出来 他可以叫五比二一位 保十千人 他可以叫十里复活 但是他不为自己准备任何东西 他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 来搜寻去 然后他说什么 他说人子来 不是受服事 乃是服事人 他是因为至高无上尽容的神 他取了人的样子 成为奴婦的心态 是服事我们这些罪人 服事我们这些低贱的人 服事我们这些悲逆的人 这些悲逆在黑暗中的人 他竟然选择用仆人的身份来服事我们 最后一件事情 他还没有上十价钱 他做了什么 记得吗 最后晚才过后 他拿着水 脱下自己的外套 绑紧自己的药 洗能徒的脚 这个洗脚就是仆人的动作 只有仆人如铺slave 才有洗主人的脚的 没有主人洗仆人的脚的 只有仆人洗主人的脚的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教导门徒说 你们要向我 将来大都要服事 小的 你们要这样子 彼此洗脚 彼此的服事 像仆人这样子 今天我告诉你 如果是一个侍奉主的 没有仆人心态 不能侍奉主的 完全不能侍奉主的 如果你的品格里面 没有谦卑这件事情 不能侍奉主的 而且你是侍奉主的话 也不会长久 连着哪里呢 你在老板的身体 侍奉主我告诉你 在教会里面 是什么 教会是什么东西来着 教会其实就是属灵的学校 大家说属灵的学校 属灵的学校 属灵的学校 属灵的学校在这里 让你学习什么 就是学习服事 从服事当中 你要生命改变 品格改变 然后上帝的制服 才会灵到你 上帝的情妇 灵到你的时候 你会跌倒 会使你叛倒你 因为你 以人的心态 来生命我 一个著名的神学家 名叫奥古斯汀 是奥古斯汀 他写了很多 哲学学学籍的书记 他写了很多 出名过后 很多人在向他拜师 出问他一句话 说奥古斯汀 如果一个人 要成为基督徒 很重要要学什么 第一件 奥古斯汀来说 第一件你要学的是谦卑 然后那个人再问他 那如果第二件 他说第二件 你要学习的是谦卑 然后第三件 奥古斯汀在对他说 第三件还是谦卑 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人如果没有柔和相对的心 不能认识圣灵 也不能在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得到上帝的应期 成为一个合物 神重用的仆人 圣经里面 当你来到教会服侍的时候 成为基督徒开始 你就要准备一个服侍的心 来服侍 这服侍的心对你好吗 我告诉你 这服侍的心 就是放你的一个道路 今天耶稣基督 为什么可以准备了那么大的救恩给我们 就是他已经准备了在这个世界上所受的一切的屈辱 他接受 今天如果一个人可以培养受趋的心 他的生命是稳定的 稳固和成熟的 为什么我这样讲你 世界给你的道路是什么 世界给你的那个整个状况是什么 就是要你升高 要你propor yourself 打广告和你自己打广告 有多高打多高 有多大打多大 有多少打多少 没有那么多也打到更多一点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广告不是虚幻 对不对 对不对 为什么这个世界给你 这个魔鬼设下一个陷阱 让你走向死路 今天你为什么这么辛苦你的生活 就是因为你去向往那些不切实的 你要的什么呢 要的就是使到你的生命 在这个世界里面追求所有物质的享受 为了什么呢 为了就是使人看得起你 对不对 为了什么呢 为了你自己提高自己的身份 所以那些钱 其实那些物质到最后来是害了你的 就是救了你 如果一个人可以学习到受屈 你可以学习到受屈的心 我告诉你 这样子的人如果你给他钱财 他享受你 你给他多少他也享受 因为他心里面根本不需要人怎么看他 根本不需要人家怎么样来提高他 他享受每一天的生活 上去给他的所有一切都是最宝贵的 今天我不是有很多人 但是我告诉你我是一个很喜乐的人 没有 我可以为人是一片的行喀屋 我很高兴 我喜欢吃行喀屋 吃到越好吃了 我很高兴 讲到高兴 到后吃行喀屋 我很喜乐 因为有钱 有事 就很喜乐 我看我每一个休息 天的那些 给我过的 兄弟兄弟 他们其实很贫穷很简单 他跟我一起跳起舞起来 那时候我看到他们都单纯的 那个情况 很喜乐很高兴 反而我跟很多有钱人在一起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他们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 他们几乎什么都有 但是好像是什么都没有 整天就是很辛苦 不能睡觉 痛苦压力 为了生命 为了竞争 为了他的市场 每一天都过着一个紧张的生活 告诉你 这样子的生活你要过多久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生命里面追求 那一些虚幻的 是因为告诉我们一句话 不要追求虚佛的荣耀 什么是虚佛的荣耀 那是假的 假的 抓不到的 不能完全属于你的 或者是一种的假相来的 真正是对你没有太大的用处 这叫虚佛的荣耀 为什么耶稣叫我们有融合谦卑的心呢 弟兄姐妹 这融合的谦卑其实就是释放你的管道 一个人富有有没有错 没有错的 一个人有车有物多买车多买物有没有错 也没有错的 但是问题是这样子 你有没有被这些物质的东西捆绑着你 这个很重要 红绑着你就是什么呢 你不能没有 你没有会死啊 你没有就不高兴 你没有就没有认识过 你没有呢 你吃东西就没有味道 这个叫被绑住 为什么要融合谦卑的心 就是你有多少 你享受多少 你没有也没有关系 你还是在享受 就怎么样 耶稣在释放你 而且我告诉你 上帝给你的祝福 是没有带着忧虑的祝福 阿们吗 上帝告诉我 什么要带着忧虑 就是你可以享受祂的祝福 今天如果上帝祝福你呢 你总是觉得不够不满足 觉得不好 不够人家好 不够人家高 不够人家多 你在受苦 我告诉你 给你多少也没有用 因为 你的心啊 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 人心不住 和蛇吞象 吞下一只象的 你还不够 你没有完整 你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你也可以什么都有 而成为世界上最平穷的人 但是信主的人 就是最宝贵的是心里富有 心里满足 所以无论他有多少 他都满足 他都喜了 如果你学到主的样式 柔和清卑 有是没有错的 但是你的心腹有满足吗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心装满了 你再不能看到什么了 有一个学生去拜师 去拜师 然后当他拜师 他希望他的老师 他这个师父能够接受他 成为他祖地 一见到他师父的时候 他就滔滔不竭的 去诉算 诉说他的那个成绩 他的那个威望和功劳 他说他去过什么地方 受过什么样的教育 做过什么样的功劳的事情 功德的事情 然后成为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朋友 然后有什么什么私密才华 这个老人家 听着他讲话的时候 根本没有反应 他在倒茶 他一边倒茶 他倒了茶 因为他茶杯已经满了 不过他的手还挺在那边 那个茶水一直淋下来 他的茶就一直从他背里面 一直流出来 一直流出来 那个动作就不离开 一直倒 一直倒一倒 让他的茶水流出 涌出那个杯那边 直到突然间 一直在讲话的那个人 突然间看到 师父 师父 你的茶满了 你还一直倒 你的茶满了 还一直倒出来 师父看着他 对着他说 这个杯就像你 你的心里面 满满的 我还正在屏 所以你看到你的心里面 充满了你的成绩 你的成绩 充满了你的功劳 充满了你一切的慰望 你再也学不到 你再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你再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除非你倒公堂 我才能够倒下去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你经过你的心里面 经过你的心里面满满的 生命里面说过 一切你的骄傲 你的荣耀 你在神的话里面 看不见什么东西 你也不能夺住丰盛的生命 为什么 因为你走不进上帝的原则 走不进上帝的话里面 因为你的心不柔和 不潜卑 听不见面 今天神要我们学他 那个最完美 真本的样子 就是柔和潜卑 怎么样柔和潜卑 培养 受去的生 培养 受去的生 最后 你看这个人 各位姐妹 这个人你认识吗 孙中山 各位姐妹 孙中山这个人 怎么样得着这个革命的思想 其实不在那个演大计划 不在有什么筹划开始的 他有一次在演讲 在香港演讲的时候 就谈起 他革命的思想的发言在哪里 那少年时在香港读书 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的殖民地很干净 这个马路的少得很干净 他在想如果我的家乡 可以那么干净多么好 他就回他的家乡的时候 就自告奋勇 自告奋勇 就在他的家乡成为新道夫扫地 在那扫地 做新道夫 他一边扫一边扫一扫 扫到他的家乡的街头 干干净净的 不过在扫的时候呢 突然让他想起什么 我扫地有什么用 人心污染 腐败 如果扫了地不改人心 扫这个地干净有什么用 他在扫啊扫啊的时候 他在想 我扫这个地 这个地方干净了 但是国家腐败 王朝黑暗 有什么用呢 我扫了百年 还是不能改变人的生命 从此让他想起 要革命 这个思想 各位姐妹 那时候我告诉你 不是从高那边 找到人生 而是从低那边 找到人生 从最低 最寒 最平的地方 找到真正的生命 找到意义呢 这个人从金道夫 找到最美大的思想 我记得 我在念神学的时候 每一个神学生 都过一个日子的 就是洗厕所日子 每一间神学院呢 都有一个线 叫厕所清洗的线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然后每一个星期 你要复充一个钟头 一个钟头的那个 厕所的那个清洗 我也是其中一个 然后很糟糕的 就是那个 我不只是厕所 也要来文艺 还要做工课 一大堆东西 然后你一个星期 如果忘记 或者朋友做一个星期 下个星期就两个 两个钟头了 如果你听五个星期的话 你没有做啊 你忙起来没有做 懒惰做的话 你一次过要五个钟头 洗厕所 你才能拿到你的文凭 拿到你的血分 这样子的 你知道吗 那有一次我就 我就存 存到我的时间 不知道多少了 就很长的时间 在洗厕所 人家放假回家 我在洗厕所 几个钟头 在洗厕所 那洗厕所 心里面就有点 不舒服人家委屈 我还在洗厕所 所以我读神节读都这么难 又做文课 在教员侍奉 我说洗厕所 我在洗厕洗厕 送厕所 我的院长就走出来 他进来小便 他小便看我一下 我也看他一下 我也继续洗 他小便完了 就过来拍拍我一下 很好 起这种 我脸翻过来 我说院长 有什么好 他对我笑笑 他答了一个很哲学性的答案 他说 我以前也是洗厕所的人 他在过家服务标 我从洗厕所开始了 今天我成为院长 这间神情院长厕所 我也洗过他 就是因为我洗厕所 才有几片 我洗厕所 上帝才用我 我洗厕所 我才能找到 那个真正 护照 和生命的意义 我洗厕所 就是想耶稣 有了这个生命 上帝才能做任何 东姐妹 生命是从低 最平 最寒 那时候找到 最后 东姐妹们来看耶稣 他说 谦卑 柔和的心 是做什么 受苦的心 大家说 培养受苦的心 培养受苦的心 马来福音 第27章 26节到31节 马来福音 第26章 26节到31节 我们来看耶稣基督 受苦的情况 26节 23 26节 这里说 于是比拉多斯巴巴巴巴 给他们 把耶稣鞭打来 交给人兵十字架 寻福的兵 就把耶稣带进来 人 早前一个兵都寄居 在他那里 他们给他脱了衣服 穿上一件珠红色的桃子 用经济偏作般面 带在他头上 拿一个围子 放在他的右手里 柜子在他的面前 戏弄他 说 恭喜犹太人的王 又吐碎末在他的眼上 拿为子打他的头 戏弄完了 就给他穿 脱了袍子的 买穿上一台这件衣服 拜他出去 要钉十字架 听见没有 看到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 还愿意这样子 被人家戏弄 受苦的 受居 受苦的 他可以裁判 一兆的天子 来把整个世界毁灭 都算了再照过 是吗 他可以照亚当 像话 再照另外的亚当像话 新的 比较high tech的 ok的 是吗 但是他没有 为什么 他准备受苦 他来就是为你和我 准备受苦 做基督 基督如果要培养柔和 谦卑的生命 如果不受苦 不要到 不要到 为什么要说 其实受苦 这件事情 这个品格 就是致死破碎 你这个邪恶的 骄傲的 心智的一个工具 是吗 是吗 一个人的生命 如果骄傲的话 他不能得到 上帝的证明 而且 骄傲的人 上帝必阻挡 一个人的生命 如果骄傲 存在他心里面 他走不远 他一定跌倒了 看 我举个例子 这些都是圣经的例子 给你看 这一次呢 为什么跌倒 看看看 以西基督二十八章 这里说 天使堕罗 要打为什么 成为魔鬼 别在那里 他就是 遭到的证度 要成为神 所以被上帝打了下来 成为魔鬼 师徒亚当 笑话为什么犯罪 因为他被蛇欺骗 被魔鬼欺骗 说是封殿上的输入 吃了 你能够眼睛明亮 像神 就才愿意像神 所以他吃了 把罪带进人的生命里面 重置 整个人类就面临罪的重力 干颖为什么漂流 为什么 他妒忌 为什么 我的公物神看不中 他竟然因为上帝看不中他的公物 看中叶伯的公物 他兄弟的公物 他甚至把他的兄弟叶伯杀了 结果被放住到外面受苦 兄姐妹 从哪里开始 人类为什么分散 从亚洲 这些人类呢 到大的时候 多的时候 人要建立自己的势力 自己的王国 建立的巴别 他要通天 要表现自己的势力 和高位 结果上帝 分别他们 分辨他们 然后 分散他们 今天 人 就分成了各地 被整网 宣明 以色列人为什么倒闭 他们背地不停 神的话 自己要做神 甚至 按了自己的私意 犯罪得罪神 所以他们倒闭在旷野里面 克拉达 是摩西带人 出埃及 带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时候 有一群人叫克拉达 然后 挑战摩西的权命 他说神捡选你 难道不捡选我吗 上帝 就在他们面前 证明 有人看他们 上帝是捡选摩西 不是捡选他们 因着他们的骄傲 被地 开始来吞灭了他们 是在旷野里面 摩西 这个人伟大的领袖 为什么失败 就是 自欺 义气 用事 这些以色列人都背叛他 受他们这么多苦 然后他们还是背叛他 他竟然 没有水喝的时候 上帝叫他 叫那个石头 开水给他们喝 他竟然用拐杖 打到那个石头上下 让他水流下来 然后告诉以色列人 看我做的事情 他堕起了神恶荣药 所以上帝惩罚他 永远不可以进家人地 只可以在外面 看着家人地 为什么失败 他也同样挑战摩西 难道摩西 难道上帝跟你说话而已吗 不跟我和亚伦说话吗 米利安是他的妹妹来的 他的姐姐 摩西的姐姐 亚伦也是摩西的哥哥 他挑战摩西 上帝证明给他看 不是你 但我卷选了全病 在他生命里面 所以这米利安和亚伦 长的大王 米利安战的党长的大王 直到摩西为他确定 老高才来得人一致 撒尔为什么被上帝气节 他成为王以后 他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也现今这件事神圣的事情 本来是祭司做的 撒尔尔做的 他抢着来做为了面子 对不起 这个人被神气节 不再做王帝 结果死在 死无葬身之地 我们看 尼不加尼撒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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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这个人吗 射利他成为 当时巴比伦的强国 他竟然 不敬畏神 他竟然觉得说 是自己的能力 结果尚帝 施行一个 惩罚在他生命里面 让他疯了 好像野兽这样子吃草 七年 知道他认知神 谦卑 尚帝才去治他 撒撒 撒撒是尼不加尼撒王的儿子 他看到他父亲的事情发生了 不为警惕 竟然自己也骄傲起来 他骄傲做什么呢 他拿圣殿 他妈妈收住 圣殿里面拿回来的那个碗碟 杯 还有壶 拿来开发底 结果上帝惩罚他 他整个国家灭亡 当场灭亡 希罗王为什么是 他拿演讲的时候 你去看 十六经段第十二章 他演讲圣灵充满他 他说讲了一个很 很有能力的话语 他竟然归为 归荣耀为 己有 不归荣耀为上帝 他即刻被虫咬死 在他讲话的地方 各位姐妹 这些人为什么跌倒 就是因为骄傲 骄傲辅助你的生命 骄傲是你的生命 或者是破坏 骄傲的一个工具 你的生命 如果 纯着骄傲的心 我告诉你 这边 让你的赤福不能停留 在你生命里面 长久 也在那里 你有破口跟魔鬼的攻击 所有的跌倒 从骄傲开始 从自搞开始 最后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一个童话故事 我相信有一些人也听过 有一种乌龟 他很想往高处飞 然后看到老鹰飞了 还在一起挤过瘾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然后叫老鹰 来来来来 我也想上去 我想上去 老鹰说 什么上去 你都不能飞 没有翅膀 他说可以的 可以的 我要咬住你的脚 然后 你飞 我不是可以飞上去咯 老鹰答应 好好这样子 他真的咬住老鹰的脚 你飞上去 在飞的时候 哇 地上不能飞的东西 看见他几下坡 哇 这个是很好的办法 所以想出来的 怎么咬住老鹰的脚 这么好 就飞上天空了 这个办法很好 所以想出来的 这里讲讲 那边讲讲 这个乌龟听得极爽了 然后 然后再有一只动物在喊的 所以想出来的时候 他就讲一声 哇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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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问我啦 对不起 骄傲在败坏之先 真是真眼里面有一个很宝贵的话 上帝 主胆 骄傲的人 施恩给 所以兄弟妹 为什么 上帝 爹是要你学习 你这个真人的形象 如何骄傲 要你受惧 受惧 受惑 这些心智 就能够 制服你 生命里面 老阿爸 那个败坏的生命 使你在主的道路上 行着稳 而且 长眠 蒙福 不再被魔鬼 被黑暗的势力 和世界世俗的 那个思想的势力 再使到你的生命败坏 使到你的生命 可以在主里面 站一个稳 长久的蒙福 同学妹 今天我们的生命 要安息又改变 你必须 学主的样式 培养主的行字 我们一起站一起来